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 叫我们返往归正 就远满了 不再搞轮回了 不再搞这些苦恼的事情 我们从这里跳出去 尽忠法门 保证你一生成就 其他的法门不堪保证 尽忠法门保证你一生成就 只要你具备三个条件 你对他一点怀疑没有 你真正相信 真正想到西方极乐世界 真正想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会现身给你看 会带你到极乐世界去 到极乐世界决定 圆满成就佛道 极乐世界是个学校 是个学习的场所 那个地方没有国家的组织 社加牟尼佛跟我们介绍的非常多 没有说极乐世界的天主是谁 上帝是谁 没说过 也没有说过极乐世界有私能工商 有各行各业 没说过 只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人很多 只有两种人 一个是老师 阿弥陀佛 其他都是学生 社防世界去往生的 都是接受 社加牟尼佛的教会 他就两种人 非常单纯 而且活动空间非常大 极乐世界本身很大 他能够变于整个虚空发现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他能够于全宇宙 他活动空间这么大 我们要正确 要努力正确 要快快正确 你真搞清楚 真搞明白之后 这个世界多注意听 这一生 这一天是多余的 这一天是没有必要的 巴不得赶快去 我们想去 去不了 去不了两个力量 让你去不了 第一个是 你自己的业力 业力 是轮回的力量 这个力量很大 你没有 决心脱力 你脱不了它 你真正决心脱力 它也无可耐火 这个业力 障碍你 第二个呢 你有使命 那是阿弥陀佛 教带你 你还有事情没做完 做完的时候 佛就来了 佛就带你走 就这两种事情 那使命是什么呢 使命是这些 使命有种种不同 但是 都是为一桩思绪 帮助苦难众生 明了 尽宗的理由 就这个是明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 劝导大家 希望你 多带一些人 到极乐世界 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你带着越多 佛有欢喜 我们也为了佛欢喜 我们在这个地方 多住几天 受几天罪也无所谓 待众生苦